哇塞,真的,蛤?居然有武器 嗨各位觀眾,歡迎回來GTA LSPDF OK,今天呢,我們來到佩利托這邊職請 待會看看會有什麼特別的案件可以讓我們來接 那上一次有一些觀眾提出了一些意見 所以我稍微的把它改變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先是這個救護車的部分 大家比較在意的呢,都還是警笛的部分 那這次警笛呢,有重新調整過,再聽一下 這第一個,這比較像了吧,比較像台灣的吧 第二個 這個就真的很像了,我覺得 我們平常聽到救護車的聲音好像就是這樣 之後如果在路上聽到救護車開過來的聲音就會是這樣子 第三種 大致上就這幾種 那摩托車的部分呢,我們這次換成 狗狗囉 那這一次的摩托車的聲音也有改,我們來聽一下啊 它這個有兩段警示的 第一段呢,後面這個燈會亮 然後第二段呢,是前面這裡會亮 後面這裡也會亮 第一個聲音 這個有像吧 第二個這個是救護車也有的 不過基本上應該台灣聽到的應該都是第一個這個吧 那這個警笛的部分呢,有很多觀眾問說是從哪裡下載的 那這個我也是從台灣化 LSPDFR工作坊 搶先試用的 他說呢,他想要等完整一點再做售出 所以可能還有某些警笛他還沒收集完吧 那第三個呢,是這個帳篷的部分 模組裡面呢,是沒有這個帳篷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放在那邊 死者就是躺在那邊 所以我就從裡面拿了這個 之後我們應該如果有遇到死亡車禍的話 我就會拿這個帳篷來把它蓋住 我覺得封鎖線還是要拉 這樣比較有隱私感 各位觀眾,喜歡你們喜歡LSPDFR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咱們就從佩利托這邊開始執勤 看看有什麼任務可以接吧 GO 馬上接到一個了 有一個人在Highway上面 好,OK我們接 騎著我們的小車車吧 看一下地圖 哇,居然要爬 蛤? 也太前面了吧 我本來有時候我要再佩利托 結果又回到洛聖都了 那我們還是用這個錦鱗好了 比較沒那麼急促一點 如果說是要追犯人或什麼的話 我們可能才適合用這一個 那我們就先趕我按鍵的地點吧 看看到底是怎麼樣啦 各位快要到了 嗯,在不到一公里左右 就在那邊 哇塞真的 蛤? 居然有武器 各位,我又回來了 剛剛不想殉職了 不過沒關係 身為警察呢 我絕對不在乎那一點點性命的威脅的 那我們現在呢 一樣在這附近再巡邏看看 那如果有遇到什麼其他狀況 我們再去 欸,有車子壞掉的 我們去看一下 看看是哪一台車子壞掉了 處理這種壞掉的車子我比較有驚豔 欸哼 該不會又要爆炸 等下要再出走一次吧 好,希望我們的車子把它攔住 那上次有人說呢 基本上還是要用點路障嘛 我們稍微往前一點點 把路障給放下去好了 這樣比較安全 這樣放著應該是不會有人過來 除非有人就特別繞過來 但應該還好 然後前面這邊可能也需要 畢竟還是會有前面跟後面的部分 所以這裡這個路口這邊 我們也給他攔起來 OK,好 這台車子是怎麼 這台怎麼跟我那台很像 糟糕,我有點不好的預感耶 先跟他講話看看好了 看怎麼了 他說他的車子壞掉了 那你還好嗎 有沒有需要救護車呢 他說沒關係 但你可以幫我把這個 交通情況給控制好嗎 沒問題啦 你看身為一個人民的保姆 隨時都替人民在著想 車子真的會攔下來耶 靠腰勒 哇塞 居然攻擊我 各位對不起對不起 我這個出於反應喔 太過度反應了 沒想到這個人是假碰瓷 真搶劫啊 那結果我不曉得一巴掌就把他打暈了 請那個救護的來 然後再請他們幫我們協助送回去這樣子 警察的兄弟呢 應該就會過去做筆錄 總部總部抹叫 這裡需要救護車 剛有一名女子襲擊警察 A few minutes later 來了來了 救護車來了 很酷耶 他們的鈴聲真的是長這樣子耶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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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趕快 在這裡在這裡 好了 沒問題了沒問題了 抬走抬走 我再請兄弟去給他做筆錄 這個一定要給他靠起來 對不對 蕭卵這麼多 快點用的那要給他襲警 OK 那就給他們後送回去了 那我們接下來把車子給處理一下 不錯啊 我覺得我們這次臨場反應也算不錯 突然一巴掌他就暈了 對不對 那有觀眾提到說 在移動這些車子呢 要用相機把它拍起來 但因為沒有這種相機的模組 所以我們用手機 稍微拍個幾張吧 一張 左右旁邊都給他拍一下應該就行耶 這邊再拍一下 蛤? 第四張 這怎麼後面還在一個可怕的人 欸這個感覺是有稀巧 不太對勁 好不好 我們來把這個給拖回去吧 總部總部 我們在佩麗托警局前方呢 需要一台拖車 請來前往支援 然後這次的拖車呢 我也用了觀眾建議的拖車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會是什麼拖車來 高速公路的特約拖吊車 有帥吧 那我們來把這個移開吧 把這個移開 好OK 交通順暢了 交通順暢了 沒什麼問題啊 那我們繼續騎摩托車執行唄 各位我們現在接到一個新的 好像說有人偷棄喔 在 哇又是非常南部的 喔洛森渡這邊 這裡有交戰嗎 那其實LSPDFR有好多種 像也有這種 國家森林公園的警察啊 或者是長官海上的啊 可能會有船隻失火啊 等等之類的盜竊等等 都有 我們之後還是會陸續去玩一些 各種不一樣的警察的任務喔 那我覺得多執行幾次呢 我們對警察這個業務呢 會更加的了解 遇到一些案件在處理的話 也比較不會那麼的慌張齁 各位我們到市區了 欸這裡是有個加油站 是這一個嗎 這個偷棄喔 看起來超像流浪漢的啦 嘿請問怎麼了 你可以handle這個情況嗎 有人拒絕付款是不是啊 他說那個男生就在那 他應該是家霸網友啦 我看是哪一台車 開到期嗎 還是開 欸開兵力 開兵力不加油喔 過來跟他講話一下 看看到底為什麼不付錢 哈囉 What's up 還跟我說What's up 你知道你還沒有付油錢嗎 賣家說你拒絕付款 都能夠開好車還不付錢 他說他是騙子耶 欸 走不要跑不要跑 再跑電解了 再跑電解了 電 跟你說過不要跑了 不要跑 開跑再電 OKOK 剛好有弟兄前來支援 哎呀真是棒啊 我們先跟他問一下他的訊息好了 他叫做Louis Roda 這邊呢就交給他們後送了 我去看一下那個車子的部分 是不是他的 如果是他的 我們就直接給他扣走 看一下這台是不是他的 不是耶這台是JohnTRON的 不是他的 難道是這一台嗎 我猜一下 總部總部請求查詢 這一台66NVM51 哦也不是他的耶 不過這一台車子註冊過期 上一次呢有一個觀眾說 如果這個註冊過期 要請保險公司過來 我來看保險公司 會怎麼把這台車子給弄走 啊各位我要先閃一點啊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也是加油站啊 我很怕他爆炸 直接把我又炸死了 我等一下又要出三一次那就完蛋了啊 我們在這邊等他好了 保險公司在這裡哦 這裡 我們所有車子就在這邊 哦他們開這台車子 那時候他們會馬上處理這台車子耶 直接開走哦 帥哦 欸所以如果遇到沒有保險 我們就可以請他們來幫忙 他們就把他開走 請這台車子的主人要再去保險才可以 然後很酷的是他們是兩個人來耶 然後就一台開原本的車回去 另一個人就開走那一台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看還有什麼安心可以等著我們執勤吧 我們往幫派這個區域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這邊的車子基本上都會亂停 像這個已經嚴重阻擋到後面的來車了 這一台我就給他開一台 欸你們的車嗎 根本不想理我 好不好 好OK 那我們查一下這台車子的訊息吧 總部總部請求查詢車輛07OTO633 欸沒什麼問題耶 齁這台車子沒什麼問題耶 我們給他開這個停車阻礙街道這個40 我們待會在後面幫他放個牌子 現在時間呢是4點40分 我們大概過3小時後再來看看 如果車子還停在這邊呢 我們就把他拖走了 我們幫他放一個這個好了 指示牌還帶有箭頭呢 好讓他們不要撞到 我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警察 雖然說現實中我不曉得這樣可不可以 應該是不行了 應該直接就拖走了啦 我們等等3小時後再飛啦 現在差不多3小時多了 哎呀 依舊沒有來啊你看看 我跟你講再給他開一單 開完再叫拖車把他拖走 讓他罰款繳到死 OK 好那我們叫拖車 總部綁部請求拖車 來了拖車來了拖車來了 喔雖然旁邊有那個寵物屍體要處理 但我不想處理喔 我們要下班了 謝謝大哥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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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棒了 終於把這台麻煩的車輛給拖走了 那我們在影片最後呢還有一個東西要給大家看 來來來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我還有裝了一個新的東西 不曉得眼尖的你們是否已經有看到了 就是台灣的紅綠燈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啊 有沒有 曬發 看一下它紅燈綠燈會不會有黃燈呢 現在是紅燈的情況 那這個一樣都是在台灣化LSPDFR的工作坊裡面買的 好不好那一樣連結也放下面 綠燈好像只有紅燈跟綠燈喔 好像是這樣子喔 不過欸有有有有黃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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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呀酷欸 很帥欸 這樣子又更有台灣的味道了對不對 好啦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的GTA LSPDFR呢 就到這邊做個結束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和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還有什麼需要留言探討的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會努力的看看大家每一則的留言 也會陸續的改進 我們就下次台灣模組再見囉 掰掰